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武器旗谈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计划 营造积极氛围 突发 苹果取消电动车研发计划转向AI 北京非伦敦客机紧急降落西斯罗机场 中国公司抢身大股详评做商标 CASE拒绝了美国公司的第二次收购邀约 芯片工具制造商ASM的销售额超过预期 中国支撑着其增长 瑞典加入北约 匈牙利孤立无援 两名流亡的中国博主警告称 警方正在审讯他们的追随者 现在主导中美气候外交的人们相聚一堂 请大家收看 武器旗谈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计划 营造积极氛围 综合新闻 塞尔维亚总统在宣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将于今年访问巴尔干半岛国家时 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 即使在北京与欧洲的广泛关系出现裂痕之际 也巩固了双方的联系 台湾是中国的你们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做 怎么做 完全取决于你们 亚历山大武器旗在接受总部设在北京的CGTN采访时说 但没有详细说明这是你的领土这是你的人民 你是一个主权国家 去年12月 中国央行表示 与塞尔维亚达成的新的人民币清算安排 将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更多跨境交易 北京一直在推动更多的使用人民币 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塞尔维亚领导人涉足台湾海峡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 发出了效忠北京的信号 即使在欧盟因贸易和乌克兰问题分歧扩大 而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情况下 塞尔维亚仍与北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中国是台湾岛围其领土的一部分 必要时可以武力夺取 武器旗的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应澄清 他在贝尔格莱德CGTN事先录制的采访中 对台湾的评论的请求 武器旗周一晚些时候说 根据巴尔干领导人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习近平的行程已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中得到确认 他与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 在一个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武器旗没有提供习近平访问的日期 但承诺将为最重要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营造积极的氛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二 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被问及习近平的访问时表示 他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 习近平决定前往塞尔维亚 这将是他四年多来首次访问欧洲 不包括2023年3月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边境之行 在此之前 他曾于2019年访问希腊 几个月后疫情爆发 中国边境关闭三年 习近平的出访日程也因此缩减 此后 中国领导人恢复了海外活动 但步伐有所放缓 根据彭博新闻社对习近平会晤后政府声明的分析 习近平去年仅进行了四次国际访问 而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 他平均每年出访14次 虽然北京与欧盟的关系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执政党共产党的贸易政策的大流行期间出现了裂痕 但中国和塞尔维亚近年来培养了更密切的关系 即使贝尔格莱德正寻求加入这个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集团 中国官方媒体经常报道 北京在疫情期间向塞尔维亚提供援助 以及伍七齐捍卫这个亚洲国家严格的新冠政策的情况 习近平和伍七齐去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上会面 中国领导人称塞尔维亚是铁杆朋友 同月 两国根据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取消了 北京非伦敦客机紧急降落西斯洛机场 综合新闻 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航空一班来自北京的客机 在当地时间27日下午40许 要求紧急降落伦敦西斯洛机场 目前未清楚原因 据报 该驾来自北京的BA38英航航班 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 在当地27日下午40许安全着陆西斯洛机场 但降落时向控制塔发送了代码7700 该代码代表飞机上发生了紧急情况 让地勤人员知道 并准备在着陆时提供协助 报道指 目前尚不清楚事件的具体性质 突发 苹果取消电动车研发计划转向 AI 彭博新闻 据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公司将取消长达10年的电动汽车制造计划 放弃该公司历史上最具雄心的项目之一 苹果公司周二在内部披露了这一消息 令参与该项目的近2000名员工感到惊讶 首席运营官杰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 和负责该项目的副总裁凯文·林奇·Kevin Lynch 共同做出了这一决定 这两位高管告诉员工 该项目将开始收尾 汽车团队被称为特别项目组 或SPG的许多员工将被调网由高管约翰 吉安南德雷亚·John J.Nandria领导的人工智能部门 这些员工将专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项目 这也是公司日益关注的重点 苹果汽车团队还有数百名硬件工程师和汽车设计师 他们有可能申请苹果其他团队的工作 苹果将进行裁员 但目前尚不清楚裁员人数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苹果公司拒绝发表评论 最终终止该项目的决定 对该公司来说是一枚重磅炸弹 它结束了苹果公司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努力 而这一努力 本可以将苹果公司带入一个全新的行业 这家科技巨头在2014年左右开始研发汽车 目标是打造一款拥有豪华轿车般内饰和语音导航功能的全自动电动汽车 但该项目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苹果多次更换团队领导和战略 在道格菲尔德Dockfield现任福特汽车公司高管离职后 林奇和威廉姆斯在几年前接手了这个项目 据上述人士称 苹果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在最近几周内最终决定结束该项目 此前一个月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曾报道称 该项目已经到了不成功变成人的地步 内部讨论的最新方案是将汽车发布时间推迟到2028年 并将自动驾驶技术规格从4级降低到2加级 最近 苹果曾设想这款汽车的售价在10万美元左右 但高管们担心 这款汽车能否提供苹果产品通常享有的利润率 该公司的董事会也担心 继续每年在一个可能永远见不到阳光的项目上 花费数亿美元 中国公司抢身大股降频做商标 综合新闻 美国职棒大联盟日籍超人气球星大股降频 其商业价值连不流行棒球的中国也蹭热度 有消息指 中国有与棒球无关的公司 抢先申请注册大股降频商标 如审核通过或影响中日、美关系 据于日本的中国籍媒体人周莱友日前发文指 棒球在中国只是小众活动 但大股降频的超强人气也令内地对大股降频产生关注 周莱友指 在福建有一间公司申请将大股降频做商标 但商标申请范围却是与棒球拉不上关系的衬衫、服装、婴儿爬行服、泳衣、雨衣、鞋、帽子、手套和围巾 周莱友发现 上述申请是去年12月提交 今年1月进行审核中 周莱友表示 若商标审核或准通过 未来带有大股降频名称的产品将在中国贩售 如此一来可能影响到日本与美国无法在中国销售大股相关的商品 届时恐会使中、日、美三国的关系出现重大问题 与日本一样 中国的商标也实行在先申请制度 中国商标主管机关的决定如何 备受外界关注 中国并非第一次出现类似情况 过去曾将日本皇室成员的名字注册商标 在市场上贩售卫生用品 而人气动漫《鬼灭之刃》 日本华冰王子雨生结贤等 亦曾遭中国公司申请用来做商标 但最终被驳回 29岁的大股祥平 生于日本岩首县水泽市 外号Shortime 主要担任棒球投手及指定打击 据东京体育报道 大股祥平去年12月 以10年7亿美元添价 加盟洛杉矶到齐队 创下北美史上职业球员的最高签约金记录 CASE拒绝了美国公司的第二次收购邀约 BBC CASE拒绝了美国公司Elliot的第二次收购邀约 因为该公司认为 这家电子连锁店的估值明显低估 Elliot将CASE的估值定为7.57亿英镑 比本月初的初步估值7亿英镑高 该公司还面临来自中国竞争对手京东的竞购意向 与许多实体店一样 CASE在销售下滑方面遇到了困难 因为顾客削减了开支 芯片工具制造商ASM的销售额超过预期 中国支撑着其增长 彭博社 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ASM International NV报告称 由于中国市场需求强劲 其季度收入超出预期 该公司第四季度收入达到6.329亿欧元 6.87亿美元 超过了平均预期的6.29亿欧元 ASM生产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原子层沉积设备 尽管预计2024年整个半导体市场将复苏 但该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市场条件仍将疲软 瑞典加入北约 匈牙利孤立无援 德国之声 匈牙利终于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此前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奥尔班反对瑞典加入北约 已经持续了18个月 奥尔班曾与土耳其站在一起 反对瑞典加入北约 这可能是因为他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关系密切 奥尔班对支持瑞典成为北约成员 提出了模糊的条件 指责瑞典不尊重匈牙利 并不公平地指责匈牙利 存在民主赤字或腐败问题 匈牙利在2023年3月 批准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但未批准瑞典的原因尚不清楚 奥尔班最近将其外交政策的失败 归咎于他人 声称他成功地消除了他的党派 对瑞典加入北约的反对 由于奥尔班的行动 匈牙利在欧盟和北约内部越来越孤立 导致匈牙利与其伙伴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 奥尔班是欧盟唯一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保持友好关系 并反对欧盟对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的政府首脑 美国与匈牙利的关系 现在比匈牙利共产主义统治的最后十年还糟糕 奥尔班失去了他在中东欧和东南欧的一切盟友 而马林 勒庞和意大利总理乔尔吉亚 梅洛尼等潜在盟友都与他保持距离 两名流亡的中国博主警告称 警方正在审讯他们的追随者 外交官 中国警方正在调查两位海外知名博主的追随者 根据这两位博主的帖子 曾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担任记者的王志安和艺术家李颖 都敦促他们的追随者取消关注并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警方已知会应在网上表达批评观点 而审论甚至拘留个人 然而 这是他们首次似乎针对国外社交媒体用户 中国封锁了Facebook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 现在主导中美气候外交的人们相聚一堂 外交官 中国和美国在前任特使退休后 任命了新的气候特使 刘振明被任命为中国的气候变化特使 接替谢振华 刘振明在外交事务和气候谈判方面的背景 反映了中国希望将气候政策与外交政策相结合 与此同时 约翰 波德斯塔被任命为美国特使 接替约翰 克里 波德斯塔对美国国内气候政策有深入了解 并与拜登政府有密切关系 两位特使将负责在应对中美之间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挑战的同时 保持气候外交的势头 他们任期的成功将决定 这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能否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这一共同威胁 特朗普对普京感到敬畏 前澳大利亚总理表示 英国独立报 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 特恩布尔批评了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等威权领导人的崇拜 特恩布尔形容特朗普在与普京会面时像一个12岁的男孩一样 对他的英雄心声敬畏 称这种崇拜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特恩布尔还对特朗普对民主的威胁表示担忧 他指出特朗普对独裁者的接纳 以及他可能破坏长期盟友关系 如北约 他警告说 特朗普重返白宫 对民主来说将是可怕的 特恩布尔还谈到了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 暗示澳大利亚可能不得不适应美国不再与其价值观一致的事实 泽伦斯基对特朗普的越来越直言不讳的评论 华盛顿邮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暗示唐纳德 特朗普可能站在俄罗斯一边 尽管没有明确指责前美国总统如此 在接受CNN采访时 泽连斯基表示 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支持意味着他反对美国人 还补充说特朗普不明白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想要占领乌克兰 泽连斯基的评论出现在 国会为乌克兰争取资金的困境之际 特朗普反对包括乌克兰资金的独立外援计划 这是一个YouTube报纸的重量 阿利托大法官 华盛顿邮报 最高法院在NetChoice LLCV Paxton一案的口头辩论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如果YouTube作为一份报纸出版 它会有多重 法官塞缪尔 阿利托问NetChoice的律师 后者反对对社交媒体公司施加限制 如果YouTube是一份报纸 它会有多重 该律师认为 最高法院在Miami Herald Publishing Co V Tornelo一案中的判决 可能对法院有用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部也持相同观点 YouTube上有超过144一个视频 今年已经上传了超过4.12一个视频 为了计算YouTube 如果作为一份报纸会有多重 马萨诸塞大学阿末斯特分校的研究人员估计 YouTube视频平均长度约为615秒 他们评估的视频中约有54% 在第一分钟包含口语 因此 如果将YouTube视频印刷成报纸 它的重量将超过5万磅 如果还包括没有口语内容的视频截图 报纸的重量将达到35万磅 埃克森公司在与赫斯公司的交易中玩弄一根炸药棒 落透观点 埃克森美孚威胁要阻止雪佛龙收购哈斯公司 争议的焦点是 合作伙伴对哈斯在桂亚那一个油田3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雪佛龙认为 只有在哈斯单独出售其股权时 优先购买权才会出发 而埃克森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NOK认为 哈斯本身的出售也符合条件 如果雪佛龙无法与其他各方达成协议或在仲裁中获得有利结果 他警告称合并将不会完成 英国将考虑对大量廉价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正在考虑对在英国销售的中国廉价电动汽车EV展开调查 担心有北京补贴的汽车将破坏当地制造业 欧盟已经展开了类似的调查 然而 中国威胁要对西方产品进行报复 由于电动汽车对许多家庭来说仍然过于昂贵 对廉价中国汽车的打击可能不会被普遍欢迎 普利斯通退出中国的卡车和公共汽车轮胎市场 日经亚洲 普利斯通宣布将停止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商用车轮胎 这一决定是公司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专注于高性能乘用车轮胎 此举是因为普利斯通在中国市场面临来自本土竞争对手的激烈价格竞争 中国市场仅占普利斯通整体销售额的不到3% 因此对综合收益的影响预计将很小 由于资金被封锁 美国可能会失去对中国的战略太平洋岛屿的控制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国防官员的说法 如果美国不向太平洋岛国提供资金援助 可能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去优势 帕劳、马沙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领导人表示 如果国会不批准被拖延的23亿美元资金 他们将面临向中国寻求财政援助的压力 被阻止的资金与北京试图在印太地区改变力量平衡的努力同时发生 国会的这项资金计划面临与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资金一样的问题 共和党人以移民改革为条件拖延立法 斯科特、莫里森在朋友的帮助下告别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国会发表告别演讲 身上带着一条泰勒 斯维夫特有意手链 上面写着SCOMO 公众席上坐满了莫里森总理办公室的前成员 包括新闻秘书安德鲁、卡斯维尔和幕僚长约翰、坎克尔 值得注意的是反叛的温和派议员布里奇特、阿切尔和任何绿党成员都没有出席 莫里森感谢了几位朋友和支持者 包括那些在他任职期间得到晋升的人 他还提到了副总理迈克尔、迈克马克 但没有提到另一位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 首先 塞尔维亚总统宣布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问巴尔干半岛国家 表达了对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的坚定支持 这显示了塞尔维亚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态度 其次 英国航空一架来自北京的客机紧急降落在伦敦西斯罗机场 目前尚不清楚原因 接下来 苹果公司取消了其电动车研发计划 转向人工智能领域 这是一项具有雄心勃勃的计划 但苹果认为其估值被低估 此外 中国有一家公司抢先申请注册了棒球明星大股详评的商标 这可能会对中、日、美的关系产生影响 还有一些其他新闻 如Case拒绝了美国公司的第二次收购邀约 ASM的销售额超过预期 瑞典加入北约等等 对于这些新闻 我有一些观点和分析 首先 塞尔维亚的支持显示了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尤其是在当前中欧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 其次 苹果取消电动车研发计划转向人工智能领域 可能是出于对利润率的考虑 这也表明了人工智能在科技行业的重要性 此外 中国企业抢身大股降频的商标 反映了中国对大股降频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影响力 这也提醒我们 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大家留言分享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